在农业生产领域中,一般农作生产、畜牧业、养殖业、制油业、酿造制酒业与屠宰业所产生的赤业废弃物及具资源再生的可用性。 禽畜粪富含有机质及部分植物所需之养分,如动物粪便的鸡粪、牛粪与猪粪等。 这些废弃物含有高量的植物性与动物性养分,目前以制成有机肥为主要处理方法。 如能有效转化这些资源废弃物成为高价值的资源物质,将可减少农业资源的浪费,并创新废弃物的新用途与价值。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台中区农业改良厂,利用木煤菌与芽包杆菌结合新型发酵技术, 开发出复合式勤处分堆肥发酵菌种制作技术及其应用方法。 利用发酵接种剂的制作,结合高效发酵槽与代式发酵法,可产制品质优良的有机肥。 本技术具有操作方便、成本低廉、缩短制成、降低车位等综合效益。 本产品田间试用可促进作物生长与提高产量,在结球白菜、甘蓝、豌豆、番石流与红龙果上使用效果显著。 所产制之生物性堆肥产品,在田间试验上证实可促进多种作物根系发育,协助根系养分吸收,促进生长及提升产量与品质等效果, 并有降低多种作物连坐障碍之功效,可让水稻抗导服促进生长并能明显缩短生长期,达到节省生产成本的效益。 适用本产品后,可让甘蓝菜具有抗寒害及番石流抗粒枯病等的特性,减少农作物受天灾的损失。 更能让豌豆产业再回春,使农友庆丰收并效开怀。 本技术除可有效解决勤处分发酵恶臭的问题外,又可产致优良的堆肥产品,且田间试用效果显著。 为农友栽培管理时的新选择,且可减少化学肥料的试用,为现金循环农业与友善农耕栽培可使用的新产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